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将HP打印机连接到计算机。 打印机可以支持一种或多种连接类型, 包括无线网络、USB电缆、有线网络或Wi-Fi Direct。 通过无线网络连接,您可以将打印机放置于家中的某个位置, 而无需使用电缆直接连接到计算机。 无线HP打印机的控制面板上有一个蓝色或白色的无线按钮或图标。 如果您的打印机上有无线按钮或图标, 请使用无线设置向导设置无线连接。 您也可以通过打印机软件设置无线连接。 建立无线连接后,无线指示灯将衡量。 USB连接是将打印机连接到计算机的最直接方法。 多数HP打印机支持USB电缆连接。 如果您对此不确定,请查看打印机背面是否有USB端口。 将USB电缆插入打印机, 然后将另一端插入计算机上可用的USB端口。 有线网络连接使用以太网电缆将打印机直接连接到网络。 有线打印机的背面有一个以太网端口。 以太网端口比标准传真端口大, 且所采用的电缆具有八心。 将以太网电缆插入打印机, 然后将另一端直接连接到交换机、路由器或其他网络设备。 WiFi Direct连接无需本地有线或无线网络, 即可为您的打印机提供无线连接。 WiFi Direct打印机的控制面板上有WiFi Direct图标或按钮。 如果打印机没有WiFi Direct图标或按钮, 请按下信息按钮或到行至打印机报告菜单, 打印一份打印机信息页。 支持WiFi Direct功能的打印机, 会在此打印输出上列出WiFi Direct图标或按钮。 打开无线设置菜单, 或在打印机控制面板上按下WiFi Direct按钮。 开启WiFi Direct。 在您的计算机上,选择无线图标, 以打开可用的无线连接。 选择名称中包含Direct的连接。 打开 your Socrate。 写真実的较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